欢迎收看订阅我是佩妮教处学 我们这一集利用这个问题 带大家看一下二向式展开 它使用起来有一个特色 也让大家顺便介绍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介绍二向式展开 我在这个四乘四的方格里面 各自放入黑期或白期 请问总共会放几种方法 那四乘四的方格 每一格都是不同的位置 所以它其实我们先看方法二 每一格有黑或白可以选 这一题的答案 不用怀疑它就是二的十六次 那我们也就不成开了 它是二的十六次 那我们来看一下方法一 也就是说我现在假如说 我放的格子里面 有可能会有 有可能会有 N个黑期 那同时就会有16-N个白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16格里面如果0黑16白 等于说我16格不同位置分给 因为黑期是无差别的黑期 白期是无差别的白期 所以说我分给16白 那如果我 这个16格分给1黑15白 15个白期没有差别 2黑14白 最后我分给这个15黑100 和16黑 对不对 这就是我全部 我全部的情况 那我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改成 用C来写 所以这是C16取16黑0 我是以黑为主 C16取1 C16取2 C16取3 一直加到C16取16 这就是我这里所写出来的算式 那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 这个 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 一个说我已经知道它的结果是二的 二的十六次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 作为一个侧面的证明 二相式定理 那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 我在这里使用二相式定理算出来 是2的16次 发现答案是一样的 好那利用这个例子 我就是要说明说 所以我有16个 我每一次都有两个选择 我选了16次 那我所产生的结果 就会在前面乘上这样子的系数 这种情况就是说 在现实中很常发生 比如说我骰硬币三次 或者是只骰 开枪打一只远方的猎物 开一枪有命中或没命中的几率固定 那我连开了七枪 命中几枪之类的 这样的问题都很常见 所以说二相式展开在几率的单元 是很常使用到的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在这里要教大家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问题 透过上面这里说明 你应该就知道说 其实这个都是什么 这就是C嘛 这个是C8 你要写取8也可以 你要写取0也可以 乘以1 加C8取7乘以2 加C8取6乘以4 到C8取 乘以256 那学到这里 我希望你们已经有能力 就是说 不要觉得这是没看过的 你们应该要能够看出来说 其实C8取8就是C8取0 而1就是2的0次 就是说题目只是把 本来要给你看的这些线索 换一个方式呈现而已 2的8次 所以这盒会是多少 要能够答对了 这是2加1的8次 所以是3的8次 可以吗 那接下来呢 是一些 这个属于这个单元 最后的一些有趣的问题 那我们排列组合 其实大概的内容就是到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题 我现在有一个数列 问你第50项是什么 然后问你前50项盒 这个数列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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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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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1 2 一四四个数字一组 一四六四一四五个数字一组 所以你想要的回答 你如果想要回答第50项 你要知道他在哪一组里面 通常会先求这个 A50在 第几组 然后会去求这个前一组末会是什么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第三组的最后一个 其实是1加到4-1 它是第九个数字 那第四组的最后一个是1加到5 再减1 它是第十四个数字 所以第N组以这一题来说 以这一题来说 第N组末 它会是第几个数字呢 它会是第1加到 N加1 第四组会加到 1加到5 第三组是1加到4 1加到N加1 然后再减1的那一项 我们知道最靠近50 但是如果比50大的话是1加到10是55 所以1加到9 所以1加到9 是45 对吗 所以它会是第八组末是44 第四四项 不是说数字是44 它是第四十四项 因为它前面再加一个的话 就会从1加到9 然后减1 44 那么所以第五十项是A50 是第九组 然后50减44是第六个 那它会是什么呢 它就是C 你如果是第1组 第1个就是C取0 你如果是第2组 第2个是C2取1 你如果是第4组的 比如说第4个好了 它是C4取3 对不对 那你如果是第9组的第2个呢 它就会是C9取5 可以吗 因为第1个是取0 所以会少 那个取的数字会比6少一个 所以这就是C9取5 也就是C9取4 我这样是多少 9199436 126 然后他也问了 那50项总和会是多少呢 50项总和的话 这是C1取0加C1取1 那合起来是2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巴斯卡三角形 横的一排合起来就是2的N次 所以这个C2取0取1取2 合起来是2的2次 C3取0取1取2取3 合起来是2的3次 取4是2的4次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到了 第8组排满哦 所以我现在有 我现在有这个2的1次加2的2次加到2的8次 然后再加前面有6项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6项是什么 先看这个2的1次到8次 如果有印象的话就会知道这会是多少呢 如果你在前面多补一个2给他 他就会2加2的4 4加4的8 8加8的16 最后会跟你说是2的10 2的9次就比他多一次 但是你把那个2扣掉 所以是510 就到第8组排完是510 那么第9组会有什么呢 第9组会有 C9取0 C9取1 C9取2的话是 36 那C9取3的话是 987除6 84 C9取4就是C9取5了 所以是126 然后又一个126 可以吗 所以我们把它加起来 所以是382 然后合起来就会是 S50等于892 同样的问题的另一种造型 先看下面这个 如果我有一个数列是1 121 12321 1234321 这样子 然后问你A50 那一样我要先分组 那你会发现它的循环就是 从1到2就回到1 12321 就是走12连续整数数到哪一个数字 再走回来这样子 那这是什么 问题呢 这个是如果 前面有先学到这个 数列的话 会知道说这是 正三角形数 正确来说这个是正方形数 就是 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的主题 其实所谓的三角形数 都是连续整数合 这是1 这是1加2 123合起来 是6 1234合起来 是10 那如果我让它走到顶再走回来 所谓的正方形数 1加2加1 就会刚好是4 1加2加3加1 加2加1 走到3再走回来 是刚好会是9 如果我1加2加3加4 再加3加2加1 就会刚好是16 就会刚好是完全平方数 因为你仔细看它就是正方形 4乘4的正方形 所以说呢 其实我这里 每一组都是一个完全 合起来 都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不过你其实就是说 A50会在 第几组 那也就是我们刚刚说 你要先去求 它的前一组末会数到第几项 那我们来看它的项目数 这里有一项 这里有三项 这里有五项 这里有七项 对不对 第恩组末 它就会是 第恩格 基数核 前恩格基数核 sorry 而你如果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前恩格基数核 就会是 n的平方 1加3是4 135合起来是9 1357合起来就是16 所以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说 现在这一组里面 本身就是16 而它的最后也刚好是16项 但是就是这个16项是从头数到这里的16项 我这个16是只有这部分而已的16 可以吗 所以这里合起来是9 这里合起来是4 这是1 那等于n平方 所以说最接近50的那个数字的平方其实是49 所以第七这个7平方等于49 所以a50在第八组第一个 那如果我把这50项都加起来的你就会得到一个1平方加到7平方再加1的结果 如果你有记得的话 在那个数列集数那里有学到 连续的平方和它是7乘7加1乘2乘7加1 所以是15 除以6 我们要再加1 所以会是5 4 20乘7 141加1 这就是这一题 第五十项是1 然后前五十项合是140 再来可以说是排列组合的最后一个姿势 补充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我们之前的计算几乎没有用到 因为它其实看起来有点繁复 是cn取k如果乘上k的话 会刚刚好等于cn-1取k-1乘n 那它的推导是在这里 你可以按个暂停看一下 然后可以操卵的笔记本上 那先说一下为什么要介绍它 因为在这个比较复杂的几率的讨论里面 我们会求期望值 那你如果要对期望值进行比较复杂的 就是说多项的期望值的合并讨论之类的 你就会在推导的过程中需要使用这个公式 那在这里就让大家看一下 之后可以看得懂 然后说明一下 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便捷的方式 去理解它或者说记忆它 什么方式呢 其实这个就是说我在全班30人里面 要选这个比如说七个人组球队 那这七个人里面我要选一个队长 我有两种做法 我可以在30个人里面选七个人出来组队之后 在七个人里面选一个队长 我也可以先挑一个出来当队长 就最厉害的那一个 以及挑剩下29个人里面 我先挑他的六个队员 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讲 你就会发现说对对对他们是一样的 我先CN取K里面 再从K里面挑一个当队长 或者我先从N里面挑一个当队长 再从N-1里面挑K-一个队员 所以这是这个有这样子的计算特性 那我们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在排列组合教学期间很少用到 但是就是之后学到几率 学到期望值有可能会用到 那我们这堂课上到这里 下面还会有一集是补充前面这个集合 其实我们已经先跳过的一些计算特色